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张国祥 一届野老村妇 上期呢 我们谈到草木之人蕴 说了我的这颗竹本 今天呢 我们谈谈 书画 家里悬挂的书画 书画 也是有生命的 家里悬挂书画 一定 要和自己有缘 也就是说 你的运气是什么样 那么你得到的 就会有等同 你运气的书画 和你来结缘 首先说 我们家里挂的书画 不能带伤 因为它也是有生命的 不管是书法 还是绘画 你挂了一张 尤其在你家的客厅 或者是在你的卧室 不管是餐厅 挂一张 带伤的字画 那么对你的运势 是有破坏性的 给你带来一定不是好运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我们居家的家宅 作为我们居家的家宅 你的兴旺 你的身体健康 与你的家庭布置 你使用的这些家具 你的花草 与你的家里的悬挂的书画 那么一定 他跟你的命运是吻合的 你如果说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家宅能够平安 能够幸福 能够快乐 甚至说能够裁员广进 那么在这方面 你一定要讲究 在五六十年代 我们一般的家庭悬挂着 一定就是合作社 买上一张 或者是两张三张的 两三毛钱一张的棉花 李月阁 杨子荣 大部分都是八个样板戏 这类的棉花 扫子房往墙上一粘贴 过年了 就是改变一下家庭的气场 这些都是我们文化的一个传承 一个最好的传承 过大年 扫子房 干净干净过年了 贴上张年画 喜庆 明年能够有个好的希望 能给带来好的希望 我们来到了八九十年代 基本上市场上就有售卖的行画 牡丹 梅花 还有一些这个书法 比如说厚德载物 架壳万事兴等等的这类的作品 书法作品和这个绘画作品 基本上就来到了我们的家庭 替代了年画 也说明了我们的生活进一步的提高 那么来到了我们现在 现在家里边悬挂的这个字画 配成块 有些讲究的就是红布画 画块也讲究 那么装表也讲究 同时呢 谁画的 你的名气如何 也是非常讲究 这个名人字画 基本上就来到了我们家里边的厅堂 也彰显了家里边的幸福生活 同时呢 也向人展示 我家里的这个财气 收藏是什么样子 是你财力的一个展示 一进你的这个屋子里 基本上你是一般的老百姓 你的生活还是中产阶级 你还是这个上流的社会 基本上一目了然了 看你悬挂的书法 你的书法 这类的装饰就能看中你的身份 所以说呢 由于我们当时的这个市场的需求 随着我们这个生活越来越富足 书画 书法 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 甚至成为这个必备品 补弊之用 这个不可或缺的这么一件装饰 中产阶级大量的产生 这个时候 这个市场需求量巨大 那么我们有这个大量的从业人员 就是画家和书法家 那么在这个时期 也同时产生了 大量的丑书丑话 也是来到了我们这个市场 同时也走入了我们的这个家庭 甚至说酒楼 办公室等等 来到这些场合 那么这些他是有生命的 不适合我们这个家宅的悬挂 更不适合公司办公室悬挂 因为他对你的彩礼 对你的健康 对你家庭的幸福与否 他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破坏 这个不要质疑 实实在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是不断产生这种范例的 比比皆是 所以说呢 今天咱们就不举这些例子了 我们讲一下 除了带伤的字画 不能悬挂 那么还有什么样的这个书画 营养我们的这个生活 这个运气 比如说带黑气 有些黑气呢 是由胎里带的这个书画 我们常人理解 是一种败气 这种画不能悬挂 还有一种灰气 它不能给你带来 朝气蓬勃的这种气息 不阳光 看着呢 没有精神 这类的书画是不能悬挂的 另外 这个呲牙咧嘴的画 我也把裂枣 特别寒酸 戴着个破帽子 现在我们大人的画家呢 都在画这类的作品 往这一站 愣头磕脑 没有精神 这类的书画是不能悬挂的 我们也不知道 为什么这类的画家 对这类的作品 有呢 这么浓厚的兴趣 反复的生产 反复的制作 大量的这类的作品 树也歪了 山也斜了 这类的画 千万不能进入 我们家里边的厅堂 我们的家宅 不能悬挂这类的作品 还有呢 过于放荡的这类的作品 有一定的人会喜欢 但是呢 不适合我们家宅悬挂 似人非人 这类的作品 也不适合 我们家里悬挂 那么应该 我们悬挂什么 我们的书画作品 和书画作品 它是有生命的 它既然有生命 那么它就有它的灵性 它会释放出 一种能量 是吧 来和我们的人体交换 会产生一种气场 这就是我们家庭 共享的一个气场 包括你的植物 包括你家的 养的包狗 它会产生一种 综合的这个气场 这就是我们家里 环境的气场 所以说 我们买画 一定要有演员 自己不喜欢的画作 我们不要挂 一定要挂自己 特别喜欢的画作 而且呢 画作里边有内容 百看不凡 当然说 这类的作品 恐怕就是需要 名气很大的 大家的作品 名气很大 也不一定是好作品 这个我们首先要阐明的 它一定是 书画家非常好的作品 它是活的 一定是鲜活的作品 那么还适合 我们家里悬挂 它呢 才能给你产生一种 吉祥的气场 才能释放出 一种活脱脱的洋气 比如说 你这个画里边 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有一种满满的正能量 很温馨 很安静 有一种静气 这类的画 是适合我们悬挂的 你比如说 齐白石先生的很多的作品 里边都有这种气象 当然说 最适合我们 这个家宅悬挂的 还有我们这个办公啊 这些场所悬挂的 当然是 正大气象的这些作品 要笔有笔 要运有运 那么 这类的画 价格肯定就是很贵了 画家虽然很多 但是能画出这种正大气象画的人呢 没有几个 就是让我知道 现在我们国家 能画到这种水平的 没有几个 你还要挑作者 说这个过于贫寒的人 他的作品 还有过于这个人 人品不是很好 他的这些作品 尽可能的 不要悬挂 一定要看看这个 作者 这个画家 这个书法家 他的人品为人是什么呀 最好 能挂这个 人品好 正值 人口 又有财气 而且呢 他的这个日子 人过得很富足 这种人的作品 是最适合我们 家庭悬挂 那么他画的作品 就是他自己 就是他这颗赤裸裸的心 这张画 就是他的心的安放处 头两天呢 我们去西山 有一位名气非常大 也是非常有本领的中医 一块大家吃顿饭聚一下 我坐在这儿 没有多长时间 中医就跟我说 说你看你的坐姿 是这样的 对你的心脏 有压迫 对你的内脏 这样不是很好 我忽然间就意识到了 实际上我的坐力 是很直立的 最近这个一两年 我发现我的问题了 因为我总是画罗汉 因为我那会儿手凉 手脚啊 总是凉 我想就是 借画罗汉 来充一下我自身的阳气 我现在画罗汉 手脚不凉了 这个身体好了 但是呢 我在坐姿的时候 不自然的就是这样了 往下有点弯 为什么呢 我发现我最近近期 这个接近大半年 画的罗汉背都是封着的 因为觉得这样好看 觉得这样 这个也比较好画 罗汉的尽可能的 和我们的人呢 有点区别 总是这么画 那么你的身体 也是这样 所以说 非常的神奇 我从这两天开始 我画罗汉 就不这么画了 按正常的人体来画 而且尽可能的 画成骨骼 强健 再把我这个毛病 改过来 所以说 这个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要把我们的书画 是吧 我们的这个 画画草草 看成是死的 它是活的 它是有灵气的 也是有灵性的 它和你的命运 既然来到你的这个空间 来到了你的生活空间 它一定跟你是命运共同体 相互的影响 所以说 它和你的命运 和你的生命 是密不可分的 好了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 谢谢各位